沙石车来的中兆东路跟复兴南路口 忽然急停下来 此时车上未凝固的水泥 就像下雨般洒满路中 旁边车辆也纷纷闪避 原来42岁的沙石车驾驶中姓男子 跟前方车辆遇到耗制转换为红灯 两辆车都紧急刹车 但沙石车上的水泥 却因为惯性定律向前倾而散落一地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立即管制 并通知这个环保局 拒绝对到场人侵略 现场被发生交通事故 警方并于开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0条第二款 环保局警察人员依被击乎 经理法自担举发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 汽车装载时 所在货物渗漏 飞散 脱落 掉落过七个恶臭 储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罚还 因此警方事后也亦规定开单告发 警方也呼吁驾驶人 行进入口时务必减速慢行 以免遇到突发状况 反应不及 两层事故 请不吁驾驶人新台北采访报道